HELLO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下这支RHP BANK 很明显它就在这个区域里面在盘整住 最高价就是5.58也就是52周新高 底部呢就是5.26也就是筹码风的最低价 也就是过去历史的这些筹码主力线 它中间这边呢有个支撑呢 其实就是这个POC跟这个 呃指着仙跟股指着仙 大概就是在5.43 5.42左右 它现在要去挑战这个52周新高 对股友就问了现在是要卖呢 还是要hold呢 我个人认为 去继续hold住吧 只要它没有debt破这个5.26 都可以暂时hold住的 debt破5.26的话就可能真的是要卖了 因为那时候整个筹码风的debt破了 就有点危险 当然呢也可以看到这边中间的时候呢 5.43左右呢就是这个POC这个指着仙跟这个 啊指着仙 如果他debt破这个的话 也是可以卖一半的我觉得是可以卖一半的 debt破5.26就卖完吧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也是有可能 回到5.26时候又弹上去 毕竟5.58呢也是非常高 近了 如果他突破5.58这个当然就不用卖了 就继续hold住了 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